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保护美国利益 美国非洲司令部前斯卡特哈姆表示 他在原则上认同美国应更关注中国与俄罗斯威胁 但他也指出 美国在非洲的驻军原本就不多 若进一步削减人数 这将降低非洲大陆 各地出现好结果的可能性 报道称 相较于德国 韩国与日本等的 美军对非洲投入的资源显著较少 报道还称 聚焦中俄威 且是美国防长马蒂斯 今年1月提出的新国防战略的核心 表示着美军把重点从反恐 转移到应对他国带来的威胁上 马蒂斯宣布这项新策略时说 我们将继续打击恐怖分子的运动 但现在美国国家安全策略的主要焦点 已不再是恐怖主义 而是大国全力竞争 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非洲问题专家彼得范说 非洲大陆面对了恐怖主义威胁 虽有上升趋势 但这不意味着每一名恐怖分子 都得由美国特种部队来追捕 他表示 在索马里等非洲地区 派驻太多美军 可能导致当地官员对美军依赖成性 与变得自满 并影响当地士兵的训练工作 报道称 目前 美国在世界各地 约有7300多名特种部队军人 他们主要被派到也门 利比亚 索马里等的 与恐怖分子打影子战争 当中在非洲执行任务的约有1200人 沃尔德豪泽说 美军将先从喀麦隆等被认为 以能独立对付恐怖分子的非洲国家撤出 喀麦隆驻有约300名美军 另据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 尼日尔部队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可能很快就无需美军协助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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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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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